蠻有趣的 撒劫也不死了 真的蠻好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fy 今天回來的時候 還是想說回這隻大頭怪龍 大頭怪一點 頭很厲害啊 其實我已經達到78厘了 但是不想浪費資源全部弄進去 就這樣試一試 究竟它的復活能力是否這麼好 當時我弄的時候 它是可以復活三次的 但是到了我弄完... 弄完之後第一兩... 第一日...不是... 弄完之後一兩日 它立即跟我改回 啊...因為地圖太難了 所以就要改回復活兩次 我心想有沒有搞錯 真的...我一弄完 第二天它就跟我說 真的啊 不是騙你的 那...當然啦 就算它是否改復活這麼多次 其實它也不是特別強的一隻充 但是我們就嘗試一下加高它的防禦 還有這隻... 呃...完全是不怕火的大笨匠 你幫幫手究竟看看它會怎樣 對啦 OK...那弓是極度低啦 極之低啦 極低 極度和極之低 低到不可能太低 喂...真的不行啊 低到... 但是... 呃...我自己這樣玩法呢 又好像可以的 即是...減掉了對方的... 攻擊啊... 這樣呢... 又加了一些防禦啊 個人專屬就打不中了 對啦 OK...那我只是只求一死而已 麻煩你讓我死吧 那你當它是一隻坦寵玩呢 我都覺得... 呃...如果真的升爆了也能接受到的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升一隻呢 我對於是真的很好升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資源多了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那時候資源太多了 但是現在就覺得真的浪費了 那...但都拿出來說一說 可能始終你都... 真的多到... 資源多到你洗不完的 那你始終都是想弄的 那...幫你不了啦 那你就可以弄弄的 那我看看它的輸出 那...現在是沒有裝備的 還能用嗎 那...哎呀... 那其實它的招技能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但是... 呃... 這東西實在太低了 對啦 實在太低了 它所有的技能都不是輸出 最慘是那樣的 又或者完全看不出它是有輸出的技能 那當然我很想死 有隻羊在那裡死不了 不要緊 我們放棄了 有隻羊在那裡真的死不了 那不要緊啦 我們就...呃... 純粹測試一下 不放這羊出來 因為...呃...按道理平時是很快死的嘛 那...有隻羊在那裡就死不了 那...當然我打火關的關係啦 那不要緊啦 我們走了隻羊 對啦 我們打苦難走羊啦 我們... 那...其實當然啦 要測試就... 當然是... 去到盡啦 OK 那...還要是隱瞳的關卡 其實這些... 瓜都... 蠻傷的 但是... 就是打不起的龍 哇...都仍是... 呃... 有隻象在那裡也仍是差一點 那...我沒理由給... 要別人給我打... 呃...打兩下之後 然後就馬上死的嘛 那...我當然... 就較難打一點 喂...有隻象在那裡的... 呃... 這隻大頭怪龍都蠻有趣的 呃... 打結都不死的 真的... 不錯啊... 不錯啊... 不然你說打回火屬星的話 對啦... 復活了一次啦 那...用一下他的技能啦 雖然沒什麼料到的啦 對啦... 九八 OK 那...當然還沒升爆的情況之下 打九八 但是... 大家要知道我是... 呃... 黑緊他啦 復活了第二次啦 對啦... 個人專屬 好... 那... 差不多該死了 應該死完就沒有啦 玩完了啦 正式 死了一遍就正式玩完了 對啦 好 可能用... 喂...啊... OK啊... 當我加了弓的時候都打到三千多啦 嘖... 放了一隻大笨象的技能啦 對比一下啦 那當然沒得比啦 英雄和... 嘩... 其實差很遠的 再來... 終結 對了 那... 大家看到其實相差超遠啦 那... 其實就不用看了啦 好啦... 那我們去看看他的技能啦 我也不知道這隻究竟是怎樣用好啊 那... 沒辦法啦 我自己手行做出來的東西 浪費了一些資源啦 現在要承受回那個惡果 對啦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玩的話呢 就建議你真的想清楚先啦 對啦... 好... 那... 按圖鑑看看方便一點的 高級... 啊... 不是啊...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他的組合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按進去組合看看吧 應該都不會有大的分別的啦 咦...好像... 不是高級來的 是一般重來的 嘩... 不是一般... 應該是高級 對啦 是高級來的 不會是稀有吧 我先看看吧 高級能不能找到他 應該是高級的 兩顆星 哎...找到了 那有齊所有屬性的 我們看看究竟有什麼分別啦 最後那個位置 啊... 分別是... 呃... 匯血量比較高一點啦 對啦 三十幾個%和五十幾個% 這樣組合了就會比較強一點啦 不...那個復活是會比較強很多啦 不是比較強一點啦 那選什麼來看呢 通常大家都會... 呃... 那麼... 那麼... 坦德的 應該都是選地來看好不好 選地來看啦 我們選地來看 加爆他之後 究竟會怎樣呢 是78呢 好...我們看他的戰鬥力 是非常可怕的 6,900啦 真是低到不能再低 再看體力 都低到媽媽都不認得 6,000而已 攻擊力不要說啦 嚇死人啦 800啊 防禦力到1,300啊 埃根1,400 都尚可接受 敏捷算吧 1,000 是啦 哎...真是... 太低了 成長率都不夠... 5... 都不夠50 對啦 那... 哎...真是殘酷 那這隻是叫做控制型的寵物的 但是我完全不覺得它是控制型的 一招控制都沒有 好...那我們來看第一招 這樣還能用嗎 氣力1500 不用只要一開波能夠放技 除了你有色龍之外 即是口水色之外 你不用只要一開波能夠放技 1500氣力 1500氣力我們減300 變成1200 1200再乘2 那就2400 你看看你怎樣做到2400呢 對不對 好... 那... 給敵方單體造成攻擊250%的傷害 那...其實這一招是... OK的 但是對著這隻八八弓的東西 那你怎樣...就算1000%攻擊的傷害呢 都很低 哈哈 因為它本身低 那當然啦 真的到1000就沒什麼說的 沒什麼說的 就很高了 額外的效果啊 就是兩個回合內 使敵方的防禦力降低自己的敏捷 68.5% 那...其實最盡啦 我算你...如果裝了裝備 加了1400 那...其實都是減了... 呃... 七百嶺八百的而已 八百防七百嶺 其實又不是說真的減得太多 那...比起狗來說是差很遠 那...當然啦 你說噢...雙手... 噢... 沒有那麼容易升的 那...如果你說這樣的話 用這隻來減防都算是一隻不錯的 那...但是真的不是太多 對了 那第二招 個人專屬啊 一般攻擊的時候呢 有50%鬆一點 那...可以造成284%的傷害 那...其實這一招是相當不錯的啦 你...就是... 打兩下有一下 可以造成300%鬆一點的機會啦 不是...就是300... 挨近300%的傷害啦 那...其實都是只有300... 都是...呃... 都是2000鬆一點的而已 真的很低的 因為它本身的屬性能力實在太低了 即是你怎樣都... 是低啦 對了...那...到了第三招啦 堅持住 那麼體力低過50%的時候呢 那...防禦力就增加34.25% 那...我們看看先 首先它的那個... 呃...體力呢 其實它復活完之後呢 它的防禦力一定會提升的 因為那個...呃... 那個...呃...體力不夠啊 對了... 那...或者它真的很脆皮啊 就是被人打都很容易... 可以做到這個50%... 以下的體力啊 那麼...提升了34.25% 會有多高? 呃...大概計它有1600的防禦 那麼提升了3... 我想大概... 1500、1800、1900啦 其實其實也不是很高的 對啦...那... 沒什麼意思啊 如果你當它是一隻坦的話就死了 好... 那我們第四招技能就是復活啊 那死亡的時候有59.25%復活為88.5的體力 那...其實都... 相當高啊 回復的體力 那麼...呃... 如果你說真的不介意它... 那麼糟糕的話呢 那... 都可以做一隻坦的 那...當然啦 一定不夠龜好用的啦 那...始終龜是在叫人這一隻 我可以不教你 欸...你在這個戰場上完全是打仗油的 如果對方不理你的時候... 那額外的氣力回復39.25%恢復啦 那...一場最多可以復活兩次 那...其實以前是三次的 那...但是它改了兩次之後呢 哇...真是... 本身已經廢了啦 它再改完之後 簡直是非常加廢了 那...這一隻寵物... 非常之... 我覺得是沒什麼用的 對我來說是真的沒用的 因為...你玩到後期來說真的沒用啦 那...你說前期來說沒有寵物好用 那...啊... 升下都沒降的 那...但是真的不要要來... 不要太指望可以去到後期了 或者是養生手的朋友 老手的朋友真是笑完算啦 看完... 真是... 就算多少資源都留下啦 千萬不要做這些... 沒什麼意思的寵物 如果你說稀有的寵物 我都覺得還OK的 但是這一隻兩星來說就差一點啦 那...或者做一隻河豚都好一點 就是波波...波波魚... 對...河豚 那...波... 那...如果你說真的做的... 我就寧願做河豚都好過做這一隻啦 OK 那...今天這隻帶頭BB龍 介紹到這裡先 那...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個讚 那...如果想得到射器時代又或者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的 多謝大家收看啦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